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哥 过去几天天气都非常冷稠稠的感觉 预期大家还要再等待个两三天的时间 而另外在明天礼拜三 天气会有些微的变化 主要影响是在我们的北部 东半部云量都会变多 下雨的几率也都会提高 所以提醒大家 礼拜三礼拜四外出的时候 都要准备好御膳御衣了 而另外在气温方面来说的话 在明天的气温会有稍微的回温一度到两度 回温的幅度其实并没有相当的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找出晚归的话 依旧是比较寒冷的感觉 一定要加强的保暖 因为预期接下来真的要回温 目前看来就是要到大年的除一除二之后了 而另外在中南部来说的话 要特别的留意算说天气还算是稳定 水气对我们中南部没有影响太大 但是空气品质一样很糟 所以提醒大家空气品质很糟的时候 外出都要准备好口罩再出门了 而我们来关心一下园语图来看 过去几天台湾附近都是受到北方的道路高压 不断的东西出海之后 影响的是在我们整个全台湾各地 温度都还蛮低的 而目前看来短时间之内 都是只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而且台湾附近还是有些底层的水气 所以基本上在北部东半部降雨的几率 在明后两天会提高 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的留意了 而大家一定在想说过年大少数什么时间比较适合 目前看来明后两天可能就比较不适合了 因为刚刚提到的在礼拜三礼拜四 尤其是礼拜三开始 因为会有些水气变多通过台湾上空 主要降雨的地方就比较偏向 迎风面位置的北部东半部 像是在东北角沿海地区 还有在宜兰花莲的地方 降雨可能有些局部雨是比较大一些 还有的是在中南部 可能会有些山区领星降雨 而且这样的水气会一直到礼拜四为止 到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之后 天气就会慢慢的转干了 甚至到了这个除夕 以及这个初一的时候 天气都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但是要提醒大家是到时候气温还是一样的 非常的寒冷 真的要回温 真的要就要等到大年的初一初二之后了 而至于在明天的气温 大致上跟今天的差不多 只有在各地的白天的高温 可能只有小幅度的回温一度到两度 像是在北部大约会来到14到17度 而至于在整个东半部也是来到17度到20度之间 而但是提醒大家是在中南部的话呢 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阳光的露脸的机会 所以啊中午的高温都有机会来到22度左右 但是啊清晨还是比较冷的 都会来到14到15度 而除了这个中南部要留意的是日夜温差比较大之外 在未来几天空气品质都是相当的差 所以如果你是容易过敏的话 或者是比较美男的观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 保鲜器件都要准备好口罩再出门 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下次再见啰